芒果這一家 芒果這一家 一早先到AH超市才買 準備要帶回去台灣的荷蘭特色零食 這款荷蘭Job口味的餅乾蠻好吃的 印象深刻的是在荷蘭結帳時 使用現金付款會用進位法或退位法 因為荷蘭沒有再使用1分及2分硬幣 總金額如果是15.59歐會收15.6歐 如果是12.02歐會收10歐 2.03歐會收10分 1.03歐會收10分 1.03歐會收11分 2.03歐會收11分 采買完畢回去民宿卸貨後 準備出發去阿姆斯特站囉 其實我們今天 原本安排的行程是要去北海小漁村 但是昨晚又看到公車罷工的新聞 只好冷痛臨時取消去北海小漁村 改去阿姆斯特丹逛逛就好 來到荷蘭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是晴朗的好天氣 但之後的天氣都不太好 遇到的都是陰天或雨天 即使是去到比較遠的路特丹 或楊角村也是一樣 少了藍天和白雲襯托 真的覺得小可惜 希望今天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 天氣能慢慢鑽清 雅伯特蓋普市場 是個歷史悠久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士吉 位於阿姆斯特丹南韻河區 營業時間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 主要以生鮮食品 蔬果鮮花 起司 服飾 日用品等等 我們今天的午餐就在這裡解決了 吃的好滿足又好飽哦 是價格親民又好逛的市集 好小好可愛的車哦 現在只能看照片回憶這經典地標了 即使是下雨天人潮還是不減 想要拍到完整的地標 真的比登天還難 這裡可以下西洋期 還有好特別的植物 是我們在台灣從來沒看過的 我來看看 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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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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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好冷喔 我們躲進Hima喝完濃湯 謝謝要寄回台灣的明信片 也和妹妹視訊一下 順便喘口氣休息一下 逛了一下又覺得 荷蘭Hima的價位 好像比比利時貴一點 阿姆斯特丹 4樓有免費廁所 今天的行程就是在阿姆斯特丹 遲遲和和寒逛街之旅 悠閒的逛逛和採買 逛累了就坐在路邊的雨季上 看著人來人往的人潮 也覺得很輕鬆自在 在這次的旅程 我們在這次的旅程 我們在這次旅程 一路玩到比利時 最後來到荷蘭 荷蘭有股讓我們瞬間放鬆的魔力 輕鬆又自在 導樂時時充滿警戒心的顧慮 烏雲終於漸漸散了 我們要回去站單前 停留在達姆拉克大街的運河旁 不停拍拍對面長得歪歪的傳統房子 慢慢透出些許藍天了 掰掰阿姆斯特丹 期待下次再相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讚 讚 記得訂閱 dan訂閱 記得訂閱 被按讚 按讚 按讚 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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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